每一位参战干净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而胜负的关键就是时间 抢先一步就能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否则一旦维带海得到消息 溜出喜岸 则将一患无穷 在全体指挥员会议上 刘平强调说 以前我们不拐泄风 是因为钓维带海的条大鱼 现在它自投罗网 已经失去了鱼尔的作用 也很可能惊动维带海 我相信今天漏网的人犯理 有不少是维带海的伙计 一下子失去这样多的基础 维带海很可能成为惊弓之鸟 很可能要外逃 如果让他逃到外地 一是会给人民生命财产留下巨大隐患 给我们的追捕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 我讲点私心话 从咱们手里跑掉的罪犯 却要靠外地的兄弟单位抓回来 他也没有面子 是个终生的遗憾 因此 一定要在他外逃之前搞掉他 第一 抓紧审讯泄风 第二 加强对所有窝点的控制 不管是老的 新的 一律坚持起来 有必要的话 先打掉再说 第三 封锁火车站 汽车站 机场 严防 未犯外逃 第四 不是还有几个人犯吗 尽快确定他们的身份 争取从他们几个身上 打开缺口 走廊里 专案组全体干净 都在焦急的等待着审讯结束 和领导的决策 王也军坐在冰凉的地上 狠命的抽烟 高海岩则紧张的走来走去 高海岩 你怂就不能老是坐一下 走来走去 走得我脑袋疼 王也军突然冲着高海岩发起火了 高海岩也没好气的反驳道 你脑袋疼 不会也起来走 我为啥要坐下 王也军气横横的站起身 直视对方 我说你怂是咋了 讲个话这么冲 高海岩毫不想让 我冲啥呢 你先讲到我嘛 王也军恼怒的大吼道 我看你怂是犯病的 你才犯病呢 王也军 你今天想咋 高海岩也不甘示弱 大家听着吵声 连忙围过来相劝 谁都知道 他俩平时关系很好 此时 却像两只斗驾的攻击 顾不相让 朱瑞华指责王也军 爱军 你干嘛呢 你心里急 海岩不急啊 王也军自知美理 气横横的一屁股蹲下 高海岩得理不上 你算个啥呢 有本事 你进去审 犯不着 那我来出气 王也军直瞪瞪的 看着高海岩 突然一下子 从地上跳起来 推开众人 大步向会议室走去 众人跟在后面 想拦住他 王也军一进门 就大声说 刘局长骂出 这活我没法干了 要犯错误 我一个人承担 没你们啥事 刘平起身 爱军 你冷静点 我冷静 他狗日子折腾我们好几年 打又打不得 骂又骂不得 又是政策 又是攻心 又啥效果吗 其他干警也跟了进来 纷纷表达着他们的愤慨和怨气 屋子里一时乱的纷纷 马记着一拍桌子站起来 出去全都出去 像个啥样子吗 梁美群在一旁不紧不慢的插研 以我看 犯点纪律 也不是不可以吗 刘平马上制止道 老梁 你咋讲这话呢 转队重干警 大家心里不好受 我也是一样的 恨不得把他们一枪撂倒 但是纪律就是纪律 谁也碰不得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难 咋办 你说我们还要不要干 是 这就是官干警的工作 谁也无权超越人民富裕的权限 诸多委屈 诸多坎坷 也许正因如此 他们才创造出常人难以创造的诸多辉煌 从会议室退出来 正碰上贺剑带着谢峰去厕所 谢峰悄悄抬眼一看 走廊里聚满了全副武装的干警 一个个面带怒怒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他心里一阵发虚 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着 来到厕所 贺剑让他站上台阶 猛着他撩起一脚往嘴里送 贺剑手机眼快 左手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驱腿一个顶膝 右手向他的后脑砍去 瞬间将他打倒在地 听到吵闹声 干警们一起涌了进来 贺剑对大家说 快翻着 狗日子要服毒呢 王艺军跨前一步 将谢峰像林小金一样 从地上揪起来 在一角处找出一粒白色的药片 王艺军大骂 好你个狗日子 想死还不容易 我现在就送你狗日子上路 说着 他推开门前的干警 提着谢峰的衣领 从厕所一路拖进审讯室 进屋后 把他重重的摔在地上 大声命令 被衣服拖下来 谢峰大口喘着粗气 狗饶着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王艺军毫不理他 将他的衣扣解开 腰间的皮带抽出来 使劲往桌上一抽 狗日子 把药片都交出来 没了 谢峰哪见过这阵事 吓得几户尿了裤子 王艺军又一轮皮带 威震海的啥地方 说 谢峰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我讲 我讲 不要打 讲 啥地方 谢峰哭丧着脸说 前不久 我给他在徐家湾 买了一套房子 前两天 我还去过那里 可能他还在 王艺军控制住 心头的狂喜 厉声问 徐家湾在啥地方 啥样的房子 几楼几号 画图 说着 地上纸笔 谢峰趴在桌上 一边画图 一边解释说 是农民盖的商品楼 那地方只有哪一顿 去了一问就知道 五楼三号 最高一层 咋样才能进去 谢峰指着桌上说 我有钥匙 你们收去了 王艺军从桌上 拿起一串钥匙 谢峰找出一枚 说 就是这把 还有 你在金华小区的房门钥匙 是哪把 谢峰从中挑出了一把 王艺军一一取下 再问 魏甸海除了这个地方 还有啥地方 还有就是李敦妹家 在吊桥街 他有时去那里过夜 王艺军兴兴的跑出审讯室 高声叫道 刘决 马厨 快 找到了 找到了 刘平听完报告 立即拿起电话 调兵前将 时间不长 武警 特警和警犬 均已到位 刘平向各路指挥员 详细布置了任务 最后把刑侦处的全体干警留下 他要把最危险 最艰巨的任务 交给他们 他用眼睛扫了大家一眼 朗声说道 现在 需要一支突击队 担任正面冲击 话还未说完 王艺军便站了起来 我去 全体干警都一口同声地大嚷 我去 算我一个 还有我 情绪十分高涨 刘平举起手 在大家安静下 他一一点名 选出吴金彪 王艾军 张艺军 宋英宇 李经安 和训犬员 杨梦孝 六人 被点到的同志 跨前一步 战成一排 刘平又指定 吴金彪担任突击队长 任务是打开房门后 强行冲入 生擒未电海 如意抵抗 是情况 可以当场将其击毙 最后 他语重心长地说 同志们 大家要务必小心 千万注意保护自己 要知道 我担心的 不是抓不到未电海 而是同志们的安全 我们要的是功德圆满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受伤 甚至手上扎根刺 我都认为 是活干得不漂亮 都会遗憾 我的心思 可都知道了 突击队员们一起高声地回答 放心吧 错不了 随后 刘平又命令徐薇一和高海岩 带领第二梯队 紧跟在突击队后面 随时准备接应 命令卢振田和曹南华 将谢峰带上任路 行动时负责看押 命令张志明等 留在局里 看管在押人犯 命令马吉志和梁培勤 随他一起指挥整个战斗 分派完毕 尤平看看手表 已是凌晨四点 他手一挥 发出了出发的命令 这是一个大雪狂舞的夜晚 寒风夹大着大团大团的雪片 劈头盖脸的刮栏 天地间一片苍茫 闪烁的景灯照射下 雪片好像染上了 红红绿绿的颜色 上车前 高海岩走到王爱军面前 伸出手说 爱军 别生我的戒 王爱军笑了 紧紧握住他的手 刚才是我急了 狗日为人海 要杀我全家呢 我是冲他发火的 高海岩甩开他的手 以玩笑的口吻说 啥呢 看你那样子 差点就把我给吃了 这笔账算在狗日的 威脸海身上 高海岩收敛笑容 严肃的说 爱军 注意点 放心 他的命抵不过我的命 回来见 王爱军也满不在乎的说 跨上车去 高海岩趴在车窗前 再次叮嘱道 真的 注意点 王爱军从车窗伸出手来 二人再一次用力的握着 警车一辆紧随一辆 围手相接 驶出了公安局大门 向着深不可测的风雪之夜驶去 大雪如泊 在挡风剥雷上厚厚的堆积 雨刷池里的刮冻着 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有坑 司机全身贯重 全凭感觉操纵着不听使唤的汽车 刘平坐在前面 回过头来说 我有一种感觉 魏镇海的期限到了 说着他举起手里的照相机 我把相机都带来了 马基志接口道 好啊 拍一副魏镇海漏网记 保证能得奖 说话间 车队来到了金华小区 前面不远就是谢峰的窝点 马基志打开队讲机 车队停一下 朱瑞华 你们小组留下来 朱瑞华 天选龙和史江洪三人从车上下来 与突击队员同志们告别 朱瑞华把手伸进车窗 不错 朱保证 朱瑞华 当心点 你还欠我一壶酒呢 艾军 来 握下手 王艾军用力的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这边人多 没啥事 倒是你们三个 自己要小心 这时 刘萍也走过来 对他们叮嘱道 多加小心 给我完完整整的回来 你们都要把枪顶上火 保险打开 马基志在一旁插眼道 只许进 不许出 不管是啥人 一律扣下 朱瑞华说 领导放心 大家又互相祝愿了一番 车队继续前进了 王艾军回头望去 只见朱瑞华 史江洪和田选龙 站在路边 向大家挥手 在迷蒙的血液里 他们三个看上去 是那么孤单 那么瘦了